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邀请到的是 亲职沟通作家 也是知名的讲师罗一军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书伟好 在暑假了 很多的孩子都开始安排他们的 活动 课后等等之类 事实上因为在这个暑假期间 很多孩子会有机会去阅读 或者是看影片 最近有一个日本的动漫叫鬼灭之刃 非常非常的夯 听说在家长教师社群引起了蛮大的讨论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小时POP最正点 就是想要来跟宜君老师聊聊说 到底孩子看动漫 看动漫 OK呢 要怎么选呢 那老师你怎么想法 其实鬼灭之刃不晓得家长有没有看过 其实我是很认真的把他看完了 在我女儿还没有看之前我就把他看完了 那我觉得问家长同不同意孩子看动漫 其实它是一个假问题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阻止得了 对 而且你看我们在图书馆里面 我们尝试用漫画的形式 为给他们很多的资讯 对 比如说你希望他 比如科学图解王 有没有 漫画看历史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早就用漫画 在跟孩子 置入一些知识性的资讯了 所以他很习惯这样子图像式的阅读 那怎么会换了一个主题 你就又突然要禁止 所以这势必一定会引起非常大的亲子冲突 所以我认为 其实不应该说我们同不同意 每一个人都开始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谈同不同意 我们要谈的应该是说 我怎么跟孩子一起在 这么多动漫的世界里面 选择比较适合跟正确的 好 那一起跟孩子选择 这个是怡君老师建议爸爸妈妈的 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是先把自己 对于什么漫画啦 动漫的成见先拿掉 其实我们有两类的家长 一类是自己小时候很弥漫画有没有 上课会偷看安达冲拉什么的 你看像海贼王 有多少大人现在仍然为之疯狂 对 所以有一派的爸妈 其实他是很乐见其成 因为他自己曾经被漫画救赎过 在那个惨淡少年当中 可是另外一群的爸妈 其实他现在比较担心的点呢 倒不是我刚刚说的 他说如果我孩子看的是你刚刚说那些 其实我很放心 可是偏偏他就不是啊 你看那些画面多么的暴力啊 血腥啊妖魔鬼怪啊 哎呀我很担心他怎么样 那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现在的书籍 我曾经在一个国中的时候 他们刚好有书商进去摆书 因为推广阅读 那我就开始观察这群国中生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 另外的国小有国小高年级的同学 怎么选书 很多都是看封面 哦 除了同学推荐之外 看封面 看封面怎么样第一眼让他拿起来 稍微看一下书背 有没有办法勾进去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看的好多都是 封面画得很漂亮 偏动漫类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最近 我们很喜欢的像星海陈戏田首 他们这些也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钩子 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是 哦他是一个很好的钩子 我就像我希望我的孩子看 图结漫画历史一样 我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也许他不是在看历史 可是这个动漫里面 的确可以带给他 更多跨领域的知识 我要先把这个成见拿掉 第二个恐惧的那些点 很多是来自于电玩 不是动漫 电玩跟动漫是不一样 很多家长是混淆的 他可能在手扶梯上看到 那些大型的输出广告 他很多也是动漫嘛 应该说也是画成动画或漫画角色的形象 所以家长不了解就会觉得 怎么现在都充斥着这些东西 肉乳 肉乳沟的肉乳沟 对不对 然后动不动就喊杀喊砍打的这种 但其实很多动漫并不是这样 那我们刚刚回到 刚刚说也说的鬼灭之刃 他其实明明就有分级 他也有分级制度 那他分级的原因 是因为他画面比较血腥 他怕有些孩子看了睡不着 他好像在Netflix上面 他是16岁 对 然后他好像是免费收看 是是是 那其实你仔细进去看 如果今天不是那种 听鬼故事会睡不着的孩子 其实他里面讲了非常多人性的东西 那他只是借由产妖除魔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你看他画 假设是16级 你知道他画多少只形状不同的妖怪吗 真的这也蛮有创意的 我自己都觉得好佩服哦 然后那个人性的角色怎么串在里面 怎么把手足之情 怎么把那些这些妖怪 为什么之所以变成妖怪 其实他某个程度上就很像文学小说的 三D立体版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你说 你要不要自己先去看一次呢 你看完你是不是对他会有重新的认识 好那因为这个鬼灭之院里头有恶鬼会吃人啦 然后有这个什么鬼杀队想要打倒恶鬼 然后因为哥哥有妹妹就是好像被鬼化了 所以他要救他妹妹变成还原成人 对不要因为他被他流血了嘛 所以要救他不要让他变成厉鬼 害人的厉鬼 是 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故事的这种 会不会产生恐惧是不一样 即便有人18岁还是不敢看这种 没错像我就不敢看恐怖片啊 我连惊悚片都不太敢看 你都不敢看 其实我也不太看 我不太看原因是因为我看惊悚和恐怖片 我常常会有一种想发笑的感觉 就是会笑出来 真的吗 那你真的不能看哦 我不怕 因为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 你会被旁边的打 对 我会觉得太不能入戏 好那就是跟孩子聊动漫 其实你真的无法去抗拒动漫 你如果有小孩不止迷动漫 他还要打扮成剧中的角色 Cosplay 去Cosplay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周遭就有那个朋友的小孩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到底应该要什么样子的态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访问 亲直沟通最佳罗一军老师哦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罗一军老师来跟我们聊聊 如果你的孩子爱看动漫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一起互动讨论这个事情 好那很多人说看漫画都阅读有没有帮助呢 哦这是好多人的那个 对啊看漫画有什么帮助呢 而且漫画都是字那么少 然后每一次都让我买那么多本 然后一下就看完了 好伤荷包哦 就像那个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三岁以前可能就看很多的那种绘本 对 绘本没有字啊 那到底可不可以看 其实我接触到蛮多的孩子 他们是借由动漫 然后开始进入纯文字的小说 他是一个勾子 但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 不是每一个看完动漫的人都会去摸小说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摸 有一些人还是勾不进来呢 那其实就关乎了中间有没有人跟他讨论 因为很多人看动漫 因为他很想知道剧情 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在看剧情 那你说看一些细节啊图案啊 可能是要重翻第二次第三次 有兴趣的孩子才会再重翻好多次 那你第一次翻完细节 他可能就开始标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这样子标完了 那如果之后有出比如说小说 那你会不会再想要多知道一些 那就会是可能有没有机会 大人跟他聊一聊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同侪 给他不同心的想法 告诉他小说里面写的更怎么样 那个是需要一些触媒 是 对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应该扮演的是 你应该要多有一些触媒的这种机会或环境 那他就有可能因为动漫 发展他更多跨领域的阅读 是 那其实说来也有趣 他也不一定要读小说 比如说像有一套工作细胞 它是一套漫画 那工作细胞你也知道 它里面就是在讲人体 人体 对 那其实这个人体 它里面也不单只有像我们以往 讲人体的漫画有很多 讲人体的绘本也有很多 可是那些东西好像也把小孩子 可能他的试读年龄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太多故事 或者是很简单的故事 可是工作细胞不是 它加了很多的情节 所以让每一个角色更突出 对工作细胞在日本卖的非常的好 非常好 在台湾也卖的还不错 对 它好像也变成一个动画片 有 它也有 但是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了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刚好看到那个报导 有讲到说工作细胞因为太红了 然后它也有把它变成那个影像式的影片 那所以面对孩子 他想要看这种图像式的不可会言 现在的孩子图像式思考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对不对 因为他们资讯太多了 那图像式的理解 又比那种文字上面你会感觉更直接 所以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是需要去稍微把关一点点的 因为像鬼灭之刃 其实宜君老师觉得他其实还 还蛮有寓意在后面 可是如果家长可以陪同看 或是一起看 跟他就有话题可以聊 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是特别血腥 或是有一些太过于有情色进来的 而且是一定有 因为你到书店里去看一定有18禁 对 然后会有一些次文化 我们说的次文化 次文化是什么呢 次文化就像是BL GL这些 那BL就是boys love 那GL就是girls love 那其实我觉得次文化要看每一个家长 每一个家庭他有没有做好去讨论 或是去接受的准备 因为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孩子去看这些他不会跟你讨论 对啊 他有可能 他也不知道怎么启取吧 对 或者是你也不晓得 他看到里面的什么东西 像我上个礼拜才带了一群14岁的小朋友 这都是女生 他们竟然在讨论BL小说 我想说你们怎么会去看BL小说 为什么不是GL小说 他说没有那BL小说的男主角都画得很美 好俱美哦 这跟我们迷韩剧的男主角 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 那你就会发现 他们喜欢的原因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我们原本以为说 他看BL小说会不会里面有一些男男怎么样啊 那其实老实说他们也都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看过了 在捷运上在电视新闻上 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纯真的如一丈白纸 其实没有 在LINE群组里面或是在抖音上面 有非常多的资讯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你尽快准备好 如果你发现孩子看的是次文化小说 那怎么样开始跟孩子讨论这些呢 你可以问问他说这本好不好看 你要先看 如果你都没有看 你就先对他有批判 那孩子就会立刻关上这个门 那如果说你看了之后 你发现里面有一些情节或是用词 你觉得有点不好 那你可以提出来说 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耶 你可以跟他确认 那也许孩子有时候看东西也没看那么仔细 他可能就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不重要 那个大概 对你心里面可能就稍微安心 也说其实好像大家在同样的 我们认知的那个框架里面 他抓的东西其实不一样 或者他也只是想要跟同学有个共同的话题 他不想要丢脸 让人家觉得他好像都没有看过 但他也许本质上没有这么喜欢 所以我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除之太然 就像我们也要懂个韩剧 总要讲个迫降 不然大家都在刷屏 我们也没有办法加入人家的话题 人家会觉得你自作清高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 是是 因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 太不一样 例如说他太outstanding 也让人会觉得有点担心 你知道吗 例如说我有朋友的小孩 他就觉得同学都太幼稚了 你们看什么漫画动漫 我都在看古典小说 对不对 他古典小说一整套都在看 然后他就觉得你们真的太无聊了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种 好像同学跟我不是一果的 然后他就会有点孤单 你知道吗 对其实在那个频率没有对上 对 然后他也会被误解成 有点傲然 对 瞧不起我们 或者说怎么那么难搞 对 怎么那么奇怪 对 你怎么看的都跟我们不一样 对像我女儿 他不太爱看动漫 可是他看什么 他现在开始看韩剧 他开始看最近他迷上一个韩剧 但他应该是他看了第一部韩剧 他叫做金秀贤的那个什么 虽然是神经病但没关系 这部很红最近 对他在讲那个就是在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的 有一些问题的 然后男生女生当然也有爱情什么的 那因为他以前都不太看这些 然后他最近因为同学在跟他分享 他就说 哎妈妈那个金秀贤好帅哦 我说玄冰比较帅 他说没有 玄冰啊大叔啊什么的 金秀贤比较帅 我就说哦好 我想他这么讲我那来看一下好了 没想到两个都入坑了 就是就是我每次看完一集之后 我就会问他说 哎你觉得 因为他每一集都有一个童话故事当做他的一个影子 可是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童话故事的有名的作者 但他的童话故事比较暗黑 对 那我就会问他 我就会问他 这个他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 例如说情绪如果失控的话 你怎么样让自己情绪calm down 然后两个受伤的人怎么样去彼此安抚自己的心灵 因为每个人都有从小可能受创的一些事情 那我就发现 哎 其实他看着也不错耶 因为我可以跟他聊很多 怎么处理负面情绪 怎么处理负面情绪 还有每个人生长环境不同 那你怎么看待他面对事情有这样的情绪 而你没有 就是我觉得可以聊的东西蛮多的 虽然他一直觉得男主角很帅嘛 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也蛮 蛮有进入那个 情境里面 所以我就发现我可以开始跟他聊这些了 开始跟他聊在人的那个情绪当中你可能有很多种 那在所谓的感官官能症上面可能也有分作很多种 对 那这个部分我就可以跟他讨论 我觉得其实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有些人就想韩剧 他们爱来爱去 那他们不是会看到什么清嘴啊 啵啵啊什么的 监狱上就有真人版了啊 其实真的也是不用太担心 只是孩子愿意跟你分享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不对 他在看什么动漫 他在看什么内容 他跟你分享 那他其实在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听听看他的见解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如果他的想法有点偏离的话 可以引导回来 但是爸妈有一些回应的方式 其实是不OK的 对不对 就说你可能听到他讲什么 你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你这样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会变坏 这样是不是会如何如何 不要太大惊小光 我们等一下再请这个罗一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当孩子在看 不管是动漫 或者是他们现在在追剧 其实他们在看了这些内容当中 有一些是我们担心的 例如说他有血心 他有暴力 他有一些情爱在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 还有我们在跟孩子沟通当中 怎么样让孩子觉得 他愿意跟我们讨论 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亲直高通这家罗一军老师 你的孩子如果在暑假 一直看动漫 一直滑手机 或在追剧 我们该怎么办 这应该是很多爸妈的心声吧 对 但是我就在想说 如果他 我们反过来想 我每次问到这个问题 就会反过来问 如果他不滑手机 如果他不追动漫 那他可以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请问这个家庭 给他什么的选择 没错 他可以出去吗 他可以参加活动吗 他可以跟同学做些什么事吗 还是你愿意带他去哪里呢 因为像我老公 就是一直觉得 我女儿无法阅读长篇的东西 他觉得非常的感慨 所以他每次都跟我女儿说 爸爸妈妈每天都在阅读 你为什么都不阅读 爸爸放在你床头那些书 你都没有翻 你不要再滑手机了 他说没有 我滑手机是在找资料 然后爸爸就会觉得 他不要再滑手机 我难以分辨 你滑手机在干嘛 对不对 可是我就会跟爸爸沟通 我就跟他说 其实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从小的环境 就是在一个阅读的环境 可是你女儿 就是感觉他好像 擅长了 因为我女儿非常喜欢手作 然后她非常喜欢拼图 然后看 你知道她漫画她OK看 然后短片她OK看 可是长片她真的没办法看 就是她从很小 我们就开始很狐一想说 怎么会 不是专家告诉我们说 家庭环境要营造吗 我每天爸爸就坐在那边 看书写东西 然后妈妈也是一堆书 因为要整理那个功课 然后隔天要访问 小孩为什么不念长篇呢 可是后来我发现 不要再执着了 我跟我老公想说 有什么关系 他会很多 我们都不会 你就会阅读 就会写东西 他有其他的事 你会跳舞吗 我有时候会觉得 可能只是还没有 等到有一本 是不是 愿意让他继续耐着性子 往下走的小说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有些人蛮晚的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到了二十几岁 他才突然进入了 长篇小说的世界 二十几岁 可是从那二十几岁 那一本入门之后 他就掉进了小说的世界 所以其实我们把人 现在都活那么久 拉长来看 我们不要这么焦虑 那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给孩子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够多的元素 没错 那如果这些元素 可以让他探索世界 他只是连接方式不太一样 那我想也不用过于担心 总那么有一天 会有一些触媒出现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以前总是觉得说 你要阅读阅读阅读 阅读 今天讲素养嘛 素养从阅读来 然后就发现说 哇我老公蛮焦虑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你看看他 他平常我们现在放暑假 他又去上书法 然后又去上长笛 然后又在准备 那个高一的一些功课 那我说他已经 我觉得他已经 他做很多了 那他可以自己滑滑手机 他喜欢漂亮嘛 他有时候看一下 IG的一些服装搭配啊 看一些他喜欢的 一些网站什么的 那我觉得无可厚非 然后像那天 他就说 妈妈我们同学 可不来家里 我说OK啊 我说你们要干嘛呢 来家里会不会太无聊 他说我们要一起完全拼图 那不错 这个很不错 对他们就买了1500张的 拼图是那个村上笼的 你知道很多的头 然后很多的 很像花的那个头 很相似就是很难拼 然后于是呢 他同学就来家里 整个下午都在拼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很好啊 不过不可讳言 就是说 当我带这么多孩子出去的时候 我是有收手机的时间 对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还是会需要大人的支持 跟一些外力的协助 我们不要把孩子 我们尊重他 但是我们不要把他想太大了 因为连大人都很难控制的东西 我们不能期待孩子 跟圣人一样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上课时间 就是我们在正常活动 白天的时间 我一定是收的 吃饭时间发回去 晚上的吃饭时间 到睡觉前是你的 OK 那睡觉10点我收手机 OK 那我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你会断不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人 来帮你喊卡停了 那我也告诉他们 你不用喜欢我 没关系 我现在得当一个讨厌的大人 因为很多孩子他在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 拿手机到底在干嘛 对 我发现呢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分两类 一类是他已经在追剧 不管他是追动漫 或是追韩剧 或是追什么剧 另外一类呢 就是非常强的强度 黏在社交群体 他们其实是下意识 没事就在那边聊几句 然后不然就是讲八卦 谁爱谁 谁不爱谁 谁跟谁被误会了 哇 就是会着迷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际上面的一些 对 因为暑假他没有办法在一起 他只能靠 这个line啊 或什么 那还有一群是做什么呢 是因为他觉得太无聊了 他没有办法闲下来 他已经不习惯 有无聊空白的时间 所以他下意识 就要手上拿一个东西 玩APP玩电玩 很有可能只是 无聊的贪食蛇 很有可能只是 什么钢琴键 有没有 你看他们手指灵活的 跟什么一样 哇塞 那参加世界冠军都可以了 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所以我们大人应该观察到 的是这些上瘾的行为 那早上很有趣 我们是过夜的引队 早上七点半 会有人来敲我的门 老师我睡起来了 我可以拿手机吗 你就很明显发现 有的孩子真的成瘾了 然后每次我那个篮子 一拿出来 就会疯狂的这样子涌上来 我说各位 你们觉得你们 像不像吸毒者 各位 你们这个线 那个是生命线 我就说那充电线 老师你收手机 没关系 帮我充电好不好 拜托拜托 在我面前才有电 拜托拜托 你说这根本就是 你的生命线 但我还是乖乖的 帮他充了 因为他愿意配合我 他愿意遵守 他愿意让别人 来协助他 有一个空白的时间 那我也愿意支持他 在他自由时间 他有他的时间 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做 就是你如果一直看到 小孩在滑手机 你可以了解一下 他到底在看什么内容 然后再来是 可以有限度的去稍微 帮他接受一下 是的 那只是说 当他没有拿手 你收手机的时间 如果你都是叫他什么 去念书 去干嘛干嘛干嘛 那真的是 有点强人所难 在暑假 你可能要安排的是 比如说现在 我们必须要帮孩子 做很多职押探索 因为他之后 可能要准备学习历程 那这些职押探索 你有没有办法 运用你身边的资源 或者是参加一些 营队都好 就是帮他拔开来 是是 所以暑假是一个 很好运用的一个时间 因为平常上课的时候 可能你还要 应付很多的功课 很多的考试 但是在暑假的时候 当然家长最担心孩子 就是整个放空了两个月 但其实家长也可以适度的 给他们一些建议 然后我想孩子同财之间 也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他们自己想做的活动 好那动漫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不用 太大惊小怪 可是如果 能够注意到 他们在阅读什么 然后愿意 让孩子 就是跟你 有对话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 应该就算是 还蛮成功的 对我们就是 随时保持警觉 对 但是我们不用 太大惊小怪 我后来发现 太大惊小怪 真的是完全适得其反 对因为你打草惊蛇啊 对 做什么事情 你大惊小怪 小孩真的就觉得说 哎呦 那我以后这不要讲 因为他真的很烦 你看爸爸反应那么大 你看我妈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烦 但是他只要讲什么 我就 我们先淡定处理 假装假装的啦 假装要假装出来 假装淡定 诶 淡定淡定之后 诶 好像也就还蛮淡定的 对因为我 我女儿现在最近 最流行的一句话 跟我说什么 你不要觉得 我这么笨好不好 她觉得 诶 这些 你讲的这些 该小心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吧 我没有这么笨好不好 我也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啊 但我们看的 不是这个嘛 对 毕业了 是不是 对 我后来 藉由他们认识了好多 那个 我没有办法看的 这个漫画 因为我之前 有一个那个社会观察的议题 讨论了一个BL剧 就是 福女啊 BL剧这个 后来 我也是透过那次的访问 我才发现说 其实 BL剧大部分是女生在看 没错 而且 其实是稍稍微 清熟女以上女生在看 很多 对 然后 她就大概跟我讲 类似里面的 有什么样子的观看 那我觉得 这其实也 蛮特别的 就是 真的有一群人 对那种 很唯美的世界 唯美 真的是唯美 她里面的东西 非常唯美 就是两个漂亮的男生 好像有 就是谈恋爱 可是 可是 又不算是 同志 对 她可能是同志 她可能不是同志 情愫 那叫情愫 对 情愫 那个挺有趣的 但是 爸妈保持一个 不大惊小怪 然后比较开放的心情 我觉得孩子愿意 跟我们讨论 都是幸运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 POP最正典 那阅读阅读 如果你的孩子 不是很喜欢阅读的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观察一下 他到底在读些什么 那事实上 青少年读的 就像刚才 罗一君老师跟我们说 他可能读的 跟我们不一样 他有读 他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有时候 我们就会 以我们那个年代 的主观 价值认知 觉得说 你要念这个才是对的 不过我最近有发现 另外一个很好用的 当他们作文 写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你想一下 你看的动漫 他们是怎么样 去形容那个角色的 你把你的脑筋 想一个画面 你就知道 人要怎么形容 你会怎么 跟人家形容 那个角色 他长什么样子 他的线索就来了 他们是图像思考 他只是没有资料 去让他找 所以我通常都会说 那你想一下 你最爱看的那个漫画 他是怎么样 他就开始 那我好像知道 那是什么回事 所以他也是一种引导 可以 你只是用他的工具 你只是说 他只是一个工具 重点还是 我们怎么引导 好 那如果说 在这个动漫当中 有一些不当的语言 那要怎么样 让孩子知道说 可以看看 但是不要学的 其实不当的语言 大部分孩子都能够知道 什么叫不当 他们是能够分辨 因为他也知道 说出来别人的反应 是什么 但我们只是要提醒他 有些人会说 有些人不会说 因为他们想要给别人的 形象感不同 所以我只会提醒孩子说 你说的话 就是代表 你要让人家怎么看你 你自己来决定 有些人会刻意 在某些场合说脏话 为什么 因为他想保护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想激怒对方 其实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分辨 只是说 他有没有用对场合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协助孩子的是把这些语言 稍微分门别类 然后告诉他 你讲这句话 别人有可能是什么反应 这是你要的吗 让他思考一下 对 有时候他们可能 只是觉得好玩 或者他们都在讲 那我也讲两句看看 对 但他们比较没有想到是 那是你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是 那如果说要 这个分享一下 适合 孩子看的 这个动漫的话 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其实 漫画 我觉得在 日本现在有很多 一系列他们 都会有出很多 比如异世界 他们只要是有 书名有异世界 那种书名很长很长 现在大概都是 十几二十个字 那那一些书籍 我觉得是现在 卖的最好的 你可以看到 伯克兰 如果你深夜去刷 那个排行榜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哇 怎么多书名 每一个都这么长 那其实那些 我没有觉得 特别的需要推荐 但是我只是说 那些卖的很好的 你就让孩子看 没有关系 因为大部分 卖的很好的 我大概都看过了 OK 虽然感觉上 有一点点超出 爸妈的范围 但他其实讨论的 很多是人生的意义 他既有一个loser 既有一个转世 既有一个不断的重复 在讨论 所以当你看到 什么异世界 转生 那个都是 最近的流行 所以就是 放轻松 放轻松 我们可以知道 孩子在看什么 好 那如果有些孩子 看的是那种什么 言情小说呢 言情小说 轻小说之类的 对 坊间很多 你知道现在 有很多男生也很爱看 而且都是大人 这个是要压力出口吗 不是 他只是把自己 关在一个 他觉得很舒服的 能够想象的世界 那我觉得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网络的言情小说 非常多色情 那他们所传递的 男女平权的观念 也非常的偏差 然后在所谓 描绘性行为方面 也会非常的极端 我觉得有很多宅男 或者是宅女 他们在上面学习到的 都是不太好的 一个榜样 那如果是那个的话 我建议你 直接就是挑明了说 他们还是需要 我们的把关 直接挑明了说 直接告诉他 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 我推荐你什么 你就直接给他替代方案 不能只是禁止 因为他可能想要 满足他 想了解一下 对初恋的想象 是 但是有可以推荐的 其实有啦 但是要花点时间去教 要花点时间去教 真的要花点时间教 你自己要去念 要去看一下 但我只能说 网路的言情小说 比一般市面上的情小说 可能来得渗透率更高 因为坊间的情小说 它会分级 而且它会包模 它是不能随便翻阅的 可是网路是真的无所不在 对 所以还是 爸妈尽量 就是让孩子愿意靠近你 你就可以 比较近距离的去 稍微了解一下 他们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很基本 我们爸妈尽量要做到的 今天非常谢谢 罗亦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暑假期间 对孩子的阅读 看动漫 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罗亦军老师 给 关杯 gives you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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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